我想這個我要簡單做一個說明 我們火結的話或者是贊成都不代表我們是不是希望 我們這些核廢料留在台灣以火 我想這一點應該大家了解 那接下來我們就 我們現在就處理我們的臨時提案 那現在我們臨時提案總共有三案 我們就請醫師審理人來做先讀 臨時提案第一案 針對預算尚未經理法院審議通過台電公司 經至於104年2月17日辦理核一核二廠 用過核子燃料小規模國外在處理服務案 至公開招標並於3月11日更正公告 然而招標公告所列金額預算高達112億5705萬元 以佔預算書所列至104年起至127年 預算總金額約113萬至99.62% 顯影違反預算法第54條新興計畫 未經理法院審議通過前使得動自制規定 且於未依預算法規定取得 立法院對未來承諾之授權 核一核二廠用過核子燃料小規模 國外在處理服務案公開招標之預算金額 已涉及跨越24個年度之預算 總經費台電公司 卻精致採取此一性發標之招標 顯影違反預算法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 此外經濟部及台電公司所稱 專案核定之說 更予預算法規定有所焊格 顯非釋法 此一標案顯影違反預算法相關規定 顯有藐視國會監督權之情勢 亦涉及世代正義之重大議題 實不容單一國營事業公司之一 妄為原因要求台電公司應立即暫停 核一核二廠用過核子燃料小規模 國外在處理服務案公開招標公案公告 標案案號0780319016 且於預算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前 不得辦理招標以為國家預算法制提案人 陳明 文 蘇貞 清廖 國洞 邱毅 鄭力 君 高 志朋 黃 昭 領 大 化 葉 金 林 丁 手 中 田 秋 景 及李慶華等委員 第二案 關於經濟部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 104年度所列核一核二廠用過核子燃料小規模 在處理計畫 預算在尚未完成法定程序前 先依預算法第54條及第88條規定 今行政院同意進行辦理一節 並未完全尊重本院 雖本項計畫卻實需要耗費較長的準備時間 為未來類似重大案件難應循正常程序辦理提案人 廖國洞 李慶華 李貴敏 丁守中 黃昭順 陳淑惠 陳明文 楊瓊 廖正錦 蘇正卿等委員 第三案 台電公司為應應核一核二廠用過荷蘭料池即將除滿 該二廠四部機組將於105年5月至106年5月被迫停止發電 因而推動小規模國外在處理計畫以維持該兩廠於40年運轉 執照到其前之正常發電 基於避免明年夏季起之限電風險 且在處理後廢棄物資量體減少放射性強度減低等優點 該計畫台電公司應省慎推動確保如期完成 經濟部並行責成台電公司加強該計畫用過荷蘭料池運送方式 輻射防範妥善與核一核二廠附近地方及社會大眾溝通說明 提案人 廖國動 李慶華 李貴敏 丁守中 黃昭順 陳淑惠 楊瓊 廖正錦等委員 宣讀完畢 好 各位 我想我們第一個 第一題案 好 我們現在討論第一個 第一題案 那各位有沒有意見 我有意見 請示範圍 請示範圍 我有意見 好 來 這個案子 第一個 不尊重立法院 這個我同意 但是你說完全違背預算法 這個我不同意 那你違反 它88條裡面本來就有這個業務的正常的需要 但是我早上質詢就是說 它業務正常的需要 它並沒有具體的理由來說服我們 我們要求它補充這個具體的理由才對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它招標文件 必須要按照工程會的要求 招標文件要重新修改 用這樣的理由希望它暫停會比較好一點 你完全說它違反預算法 我覺得這樣的理由太牽強 廖偉 我想先處理一下 剛剛就是說我們這個 提案的第六行裡面 這個 選理違反預算法第54條新興計畫 C 虛經 剛剛我們更改一下 西啦 這個字應該 西經立法院審議通過 使得動之 這個我們要修正一下 好 剛剛廖委員所提到的 這個 他認為選議違反這個預算法它有意見 我想從早上一直到現在 當然廖委員提的是工程會的意見 那事實上我們也提到很多有關違反預算法的意見 事實上包括所謂這個現在他們引用的預算法第88條 事實上這個重大變遷和正常需要 我想這個部分確實在第三項裡面 這個也是有一點問題的啦 所以我們是認為確實是有違反預算法啦 那既然是我們本來是說這個提案是要立即撤回的話 那經由這個國民黨團的一個協調 後來就修正為立即暫停 立即暫停 我想這個不管是理由怎麼樣 這個都可以適用啦好不好 所以我想我們就不要再... 我們就不要再... 我有意見 我剛才已經講了 我其實不贊成核廢料能夠出台灣 然後硬要把他留在台灣 即便他出台灣的時間點是只有20年 但是我認為他只要有出台灣的一個機會的時候 尤其是送到國外先進的國家 他已經這個技術比較成熟的國家他去處理 我會鼓勵啊 他還是要先出台灣啦 所以第一個呢 我認為就是說有沒有違反那個預算法的規定 剛才主管機關負責預算 不管主計處也好 審計部也好 他們都表達了他們的意見嘛 那當然這民主國家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呢 即便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今天通過這個就表示說 我們決議他是違反這個預算法的 我覺得這個好像不對 因為到底有沒有違反預算法 我們剛剛已經聽到了這個主管機關的意見是 他是認為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可能要 可能不疑啦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決定說他有違反 李偉 我想剛剛審計跟主計在答案上 他也沒有說沒有違反喔 好像他也沒有說沒有違反喔 這個沒有特別提到喔 你們要明確的表達啦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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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經濟委員會你不能動作萬般的議事 有沒有你要講清楚嘛 如果沒有的話你要跟他講啊 不能講這樣子啊 好像我們聽到的好像是今天審計主計 事實上 事實上現在好像聽起來好像不是這樣 沒有喔 好不好 把他講清楚 把他講清楚 有沒有違反 再處理 蛤 協商什麼文字 這個 你不是協商過了嗎 你們國民黨黨團不是跟我們協商過了嗎 剛剛已經協商過了啊 你們剛剛不是協商過 我們已經照你的協商文字了啊 不是 主席 我的意思 主席 你們要聽懂我的意思 你們要暫停我沒有意見 暫停我沒有意見 但是理由 不能說你違反這個東西 我在義戰法 我跟文總軍的地方 你是違反義戰法 剛剛這個版本是這樣子 廖國動委員跟這個 跟你們的大黨邊都來做內容的一個修正 而且已經協商完成 我們才做宣讀的 我想這一點應該 應該黨團你們國民黨黨團內部有問題 你們應該要找你們的 不是 主席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你們要暫停我沒有意見 不是啦 但是你那個理由我認為 我認為太堅強了 國民黨跟民進黨大家共同聯使的嘛 這個都有嘛 這個都已經協商過的嘛 我跟李貴名 忘成就沒有聯署啊 你不能說國民黨全部聯署啊 你們黨團大黨邊小黨邊來這裡來協商的啊 主席 那你們今天 你們今天 主席 我要求你要暫停筆錄 記明那個議事錄 我 對不起啦 講錯口誤 抱歉 你知道 你要暫停我們的議事錄 你要暫停我們的議事錄說 本席啊 堅決反對 核廢料 能夠移出台灣的時候 要把它留在台灣 本席堅決反對 當核廢料 不管他移出的時間是 我想這樣子的齁 我們本案這個 呃 經由這個 國民黨跟民進黨黨團的一個協商 那我們的這個 連署人數也超過我們的辦數 我們這個案 本案就通過 齁 那至於李貴名委員的意見 我們就 第一個 第一個我意義 李貴名議員齁 第一個我意義 好不好 來 你貴名委員上講的意思是 我們大家都努力把核廢料留在台灣 這個 這個跟那個提案的支持是相違約的吧 不 不 我們李委員你剛剛在發言的時候 我們就講過了喔 對 事實上 不管這個是 這個案贊成跟反對 跟核廢料留在台灣 跟出國 這個去再處理喔 這個都無關 沒有沒有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你 我們只是認為在程序上 確實是有問題 我想 朝委大概都是這樣子的一個認定 所以主席我只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好不好 那剛剛這個 剛剛這個內容齁 我想也都經由協商通過的好不好 主席 我有一個要求啦 因為你現在要通過這個提案嘛 你要通過這個提案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啊 我要拜託你啊 你在那個議事錄裡面 在明啊 本席啦齁 個人的意見嘛 本席呢 對於要把核廢料留在台灣 本席堅決反對啦 堅決反對 不是 不是 大家都這樣子啊 大家都反對啊 你怎麼只有你一個人反對 我們現在就處理這個案好不好 不是主席 如果大家都反對齁 如果大家都反對齁 我覺得也可以都記名啦 也可以都記名 那你再提一個案好不好 本院的委員 李偉你就你的意見 你再提一個案 我們再來做一個處理好不好 主席 好 好 那你就提案啊 你們再提案啊 你在提案啊 好不好 我們現在在處理臨時提案 那我們現在是先讀完了的臨時提案 不是啦 不是啦 你們再提案嘛 你們 你再... 這樣提案 沒有提案 人家他要求表決 你不能反對啊 表什麼解 李偉你要提次表決嗎 我反對啦 我反對 你這個案你反對是吧 好 好 那就... 好 那就... 那就這個案你就反對嘛 我們就記載李...李貴民委員反對 好不好 等一下主席 我剛剛已經特別講了 好不好 你就本案就是李貴民委員反對 是不是這樣子 等一下 我就是要講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等一下 那個...你的記名 我要拜託你 因為他們要反應我正確的意思嘛 第一個 我反對本案 因為我反對合廢料 留在臺灣 不是 你讓你在提案嘛 沒有啊 我就是針對這個案子反對 這個案子沒有特別提到這個追點 我反對的理由 你不能把我反對的理由 你不會反對理由 你再提個案啊 不是 你再提個案啊 那這個案你如果你是反對的話 我們就出反對嘛 李委員 這個案子不是要通過 合廢料要不要留在臺灣 沒有 這個案子是... 是在處理 台電違法 那預算還沒有通過之前 所以我才特別講 所以我才特別講 照標24年的標案 我才特別講 就是在處理這個預算 跟標案的問題 這跟合廢料有留在臺灣 這跟合廢料有留在臺灣 是兩回事 我才特別講就是說 預算法的有沒有違反的一個部分呢 每個人他有他可以他的表述 我講每一個人他都可以表述 好 我想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就停止討論 我們本案已經超過我們班 是我們本案通過 沒有表決怎麼會有本案通過 辦過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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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比如說 inh ad 你是代表協調的嗎 協商的嗎 行政黨會有一件 行政黨會 我們聽一下嘛 你也是要聽一下行政黨會的說法 워서要反對黨的意見 行政黨會要講一下 第2個案 debris nelle궁要 перв 他沒有溝通怎麼可以代表黨把營商做 purpose 第2個案尚未意見 沒有 第2個案沒有意見 第1個案 Это沒有處理完嗎 第1個案是 乎由李貴明公共取出賦 我要程序問題 要violent 不要紋常問題 DO不對 第三個案 大家有沒有意見 你給李貴明說我清楚的嘛 第一個案子還沒有結束 你的第二個案子要第二三啊 你要讓李貴明說我清楚嘛 程序問題 第一個案子我們還在討論第二個案子 你怎麼會討論到第二個案子跟第三個案子 你的意見都已經表達過了 你是反對啊 如果你另外有意見 你再提個案嘛 我們同意你再提個案嘛 你不能夠說別人反對的時候 你不表決 然後你要求要另外提案 沒有這樣的規定的啦 沒有這樣的規定的啦 沒有這樣規定的 你再提一個案 沒有 有什麼錯呢 我就是針對 我就是針對今天針對這個案子 應該要表決嘛 應該要予以表決嘛 沒有人反對你提案啊 這是一個案啊 我們沒有反對你說何會要不要再提案啊 對不對 本期具體要求 不是 本期具體要求 你再提個案嘛 本期具體要求 第一案予以表決 你另外提個案 那你就反對嘛 好不好 對 本期具體提案 今天第一個案是說 因為它的程序有問題 包含它的 是不是它的整個 它的預算的內容 招標的內容 是這樣嘛 對啊 對啊 我不是用這個案來表決 讚不讚神 我是 我是建議 對於第一案 既然委員有反對的意見 第一案應該投票表決 因為委員有反對的意見 所以 第一案要投票表決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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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就算要表決 表決之前 我覺得行政單位有 他們的立場 要說明一下嘛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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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已經講過了嘛 現在對這個案子 他們還有說法嘛 早上已經講了嘛 我們臨審檔完結 講一下有什麼關係呢 充分揭露 要講一下嘛 講一下有什麼關係 報告主席 是這樣子啦 因為今天就像剛才 蘇委員提到的 有委員認為這種看法 有委員認為那種看法 有認為不合法 有認為還是符合預算程序的 所以說呢 因此這裡這個文字說 顯非是法 像這種文字啊 我們能不能再做一些調整 假如說 假如說各位委員們 還同意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趕快做一些調整 因為它是有爭議的 部長好 我想我們這個 本案已經討論很久了 那也經由 黨團的一個協商結果 那文字上 大概都已經修正過了 所以各位如果沒有意見 就通過 那如果有意見 我們就 剛剛我們蘇政新委員 有特別提到 本案就請 記名表決 好不好 這樣也不好啦 表決忙啦 不是啦 表決忙啦 好 那就表決啦 好 沒進行表決 我們來提府衣 這樣太多用啦 忙啦 忙錶關啦 你不是要錶關 我是我的感覺 沒有啦 沒有啦 文字再修正點 我們要錶關 提市 黑黑黑 你這樣我來 我來贏贊成 我後面再提府衣 董營一樣 不是要錶我一邊 不是 我要說 黨團黨的 市府立黨也太正過了 你現在還要對這個來說 你如果怕去黨邊 沒有來協商 說好就大家可以撞 你說好就沒名牌 你才敢在我們協助 進去 好 那廖古董營 廖古董營你是黨邊齁 程序上 我們協商是我們的事 行政單位有說法 我們聽一下嘛 反對黨團的意見啦 反對黨團啦 好 那就黨團意見 那黨團意見反對的話 我們就 你怎麼說黨團意見 黨團意見如果反對的話 我們照 我們民進黨團的一個 我們的走成議案了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原來 撤回 就是那個原來的議案 好 撤回這個標案 現在是因為協商 大家同意 所以改成暫停這個標案 好 那如果你們要表決 國民黨堅持表決的話 那我們就改 回到我們原來的議案 就是撤回 好 我是說好 讓行政單位說明一下 有什麼關係呢 不是 那個 好 各位 不是 講完了啦 已經講完了 好不好 不需要再講了 好不好 你就請 好 因為有爭議啦 我只是在強調 這個有爭議 那麼不要說 這裡面就寫說 顯非是法 這種文字 好 各位 就沒有反應 好 部長 你的意見已經講完了啦 那如果說 剛剛很多委員 對於我們的協商版本 有意見的話 那我們就 我們就我們就回覆到民進黨團所提出來的一個修正東西 要不要再重新 先讀 好 那原來的這個提案 好不好 那你講啊 你趕快講解決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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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好 各位 各位 各位齁 那就是我們 我們叫民進黨黨團原來的這個版本齁 我們進行記名表決 來 好 贊成的請洗手 好 贊成的請洗手 主席 主席 一二三四五 沒有讀啊 好 沒有讀啊 重訊沒有讀啊 好 反對的請洗手 沒有 主席 請洗手 對啊 好 原進黨的案子要讀一下 不是原來的案子 蛤 那讀的是我們整好的案子啊 這就在這裡啊 讀一下 蛤 本心的案子 就在這裡啊 還要再讀啊 已經剛剛已經 我們一開始就已經讀過了啊 是因為你提出這個版本 所以我們才 蛤 蛤 我是同意你啊 就在你 你本身你們自己有問題啊 對不對 如果先讀下去的話 我們就是不到這個版本了喔 好 那我們請先讀我們的這個 民進黨黨團的版本 宣讀民進黨版本 第一 第一案 針對預算尚未經歷法院審議 通過台電公司 經濟於104年2月17日 辦理核一核二場 用過核子燃料小規模 國外在處理服務案子 公開招標 並於3月11日更正公告 然而招標公告 鎖列預算金額高達112億5705萬元 以佔預算書鎖列至104年起至127年 預算總金額約113億至99.62% 顯影違反預算法第54條新興計畫 需經立法院審議通過 使得動之規定 且於未依預算法規定 取得立法院對於未來承諾之授權 合一合二場用過核子燃料小規模 國外在處理服務案公開招標 公告之預算金額 已涉及跨越24個年度之預算總經費 台電公司卻精致採取一次性發包之招標 顯影違反預算法第7條及第8條規定 此外經濟部及台電公司所稱專案核定之說 更以預算法規定有所漢格顯非是法 此一標案顯影違反預算法相關規定 顯有藐視國會監督權之情勢 亦涉及世代正義之重大議題 實不容單一國營事業公司之意妄為 原要求台電公司應立即撤回核一核二場 用過核子燃料小規模國外在處理服務案 公開招標公告標案案號0780319016 且於預算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前不得辦理招標 以維持國家預算 提案人陳明文連署人蘇正清高志鴻林代化邱毅營等委員宣讀完畢 好 各位 先讀完民進黨黨團的版本 剛剛我們也先讀了民進黨跟國民黨的一個協商版本 兩個版本 既然有人反對民進黨跟國民黨的一個協商版本的話 我們就以這個民進黨黨團的這個提出來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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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 我們來進行表決 再協商啦 休息一下他們就在做文次修飾 好 你們也同意嗎 來開始齁 他們也同意啊 好 我們就去表決了齁 我們來表決 好 表決了齁 我們再修飾一下 我們再修飾一下 表決了齁 我們再修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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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可以嗎 暫停可以嗎 暫停可以這個觀念 對 就是暫停 就是暫停 那這樣就這樣 好啦好啦 剛剛就照我們剛剛那個 蘇紀長剛剛照我們蘇紀長的理解 暫停維持嘛 這個是關鍵 立即暫停 但是這 好 但是這像這種文字啊 像這種文字啊 他就很多知意妄為啊 這種啊 這種文字是不是可以三標 那你這樣子 不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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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 不要 好 好 你這個後面的文字都沒有的話 那這個就不要 不是啊 就這樣子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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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委員 我想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齁 剛剛經由這個 這個國民黨黨團的一個 協商齁齁 那還是繼續用 引用剛剛的這個 國民黨民進黨協商的一個版本齁齁 這個文字上的一個修正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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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以違反預算法 三詞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第幾項 倒是一二三四 第四項 知意妄為 四個字三詞 好不好 先三詞以後先讀一下 來先讀看看 先讀 先讀一下 去 gosp上 有三詞 有三詞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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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